阿甘先生, 你想我們幫你 準備一份過繼書 把你兒子小強過繼給你姐姐, 是嗎? 小強, 你聽聽話說吧 你叫小強? 別怪我多口問一句 為什麼要把你兒子過繼給你姐姐? 小強是我和前妻生的 我現在的老婆不知道為什麼 她見過小強就從頭增到她下腳 每天都要打過她, 這樣才會安心 弄得家無靈日, 我見我姐姐又肯照顧她 就打算給她割繼給她 那你就是要愛情, 不要親情了嗎? 我也不想 誰想?可以選擇才行 小強, 你明白嗎? 那是你老婆, 你應該教育她 你這樣做, 對小強的影響很大 你知道嗎?會有童年陰影 你們男人被和靈精迷得三魂見七魄 那些女人嗲你兩句 老爸姓什麼你都忘記了 若然她說不喜歡你媽媽 你幫忙推她到街上 別當她面子這麼說 你以為她不難過嗎? 她表面愚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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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怕我難過, 所以沒什麼表情而已 莫律師, 你和下屬是不是有點不妥? 不好意思, 行了 你這份過繼的文件 我們會為你準備好 不過這樣, 你一簽了紙之後 你以後就把小強過繼給你姐姐 她就成為監護人了 我明白 小強, 這包餅你最喜歡吃的 就是乖一點的, 知道嗎? 這時候只給餅怎麼行? 小強, 這兩塊水 我要買杯麵先頂著 先頂著 小心, 小強, 走出廳就看清楚 沒有人, 你最好走, 知道嗎? 你吃杯麵米整個鐘頭下去 就燒死你, 知道嗎? 阿山 不好意思 甘煞, 不送了 搞定了之後, 我們會通知你 好, 謝謝你, 沒事 不用了, 再見 再見… 走吧, 小強, 再見 Mis Moll, 你有新招藥帶來駡蠢蠢蠢蠢蠢? 每個人都沒有觸碰他 行雅可憂, 回頭多少個秋 阿Lock, 你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人生一定要逼你 做這樣的選擇 你該死, 你不承認小強 我是小強, 我也不理你 Smo, 你給我小強, 我麻煩你 什麼?我現在是毛小偉托兒所所掌 說拿回就拿回, 不 謝謝你, 你… 我承認小強 謝謝, 小強 小強 什麼?這麼快就搞定了嗎? 你又叫Apple跟你做嗎? 我自己一隻一隻字打出來的 應該包沒錯, 你過一過目 這份過計書是被金先生簽的 你在這裡簽名做什麼? 今天起, 我想把小強過計給你 這份是小強的過計書 你不用這麼認真是嗎? 我也不想 但是小強留在我身邊多一天 他就危險多一天 我還有兩個杯麵 麻煩你幫我拿給他 我以後每隔天就會拿給你 還有一隻鹹蛋, 謝謝你 鹹蛋幹什麼?送你的? 循例也要的, 所有粵語殘片的人 賣男、賣女之前都給他一隻鹹蛋 你這種年紀沒理由沒看過 你做公司的事沒那麼誠心 公司的事不要理智 請你先簽個名字 我沒你這麼好戲, 待會我們上場了 那件立體何卡卡事件少打了 你搞定那些東西了嗎? 不, 麻煩你先簽個名字 不, 你叫Michelle當她的後弟男就行了 她一定會好好對小強 你做好心, 收留小強 我… 不, 不 簽個名字 不 幫忙一次, 一次這麼多 不行 不是吧? 不行 對不起 不 阿May, 是, 毛律師 我想預訂眼鏡, 莉莉在這裡 他幫我做吧, 待會 三點半左右, 我會到的 好, 再見… 兩點半至開庭 我們三點半做眼鏡 一小時搞定 你用腦袋想想 這件案子只不過是因為一張 一百八十元的賀卡 對方公司會不會為了一百八十元糾纏 以我的經驗, 待會多數對方就會 最初撐硬一點的場面 多說幾句話 然後就庭外磨解 前後不足三十分鐘 我也不明白當事人為何要打這件案子 不僅浪費他們的錢, 還要浪費我們時間 阿朗 師父 師父, 怎麼會來的 垃圾學這件案子今天上庭 我們學自己的 沒什麼好學的 待會三排兩半就搞定了 師父 好 先拍一張掌聲 不配合 原來不僅我們 其他同學都對這件案子很有興趣 對… 我想問你對這件案子有沒有信心 贏面有多大, 有沒有發表一下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對, 法律是公平的 有很多人認為這麼無聊 一百八十元也打這件案子 但我絕對沒這麼想 因為一定要為我當事人 賭回公道志係 所以待會進去 我會竭盡所能為我當事人贏這件案子 真的奇口得正顏色 謝謝… 一張 好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法官大人 其實這次的案子非常簡單 是兩位善良的消費者 被無量的廠家公司欺騙的 他們兩位要求一張立體鑼卡 什麼叫立體鑼卡呢? 就是你打開一張卡 就有個巴黎鐵塔彈出來那種 但是現在他們得到這張卡 這張卡, 大家看看 扁踢踢就薄切切 有什麼立體可言? 那間公司的收費就是這樣的 普通卡就是六十元一張 大型的卡就是這張, 一百八十元 對, 一百八十元並不是什麼龐大的數目 但是我的當事人希望藉著那張卡 去緬懷一下他們十年前 在巴黎動物園的美好時光 所以對他們來說, 豈止一百八十元 所以我現在懇請法官大人 立即要求這個真情人公司 作出應有的賠償 Miss Mo, 可不可以用這張卡嗎? 隨便 剛才新訴人律師不斷強調這張卡 是薄切切 我完全不同意她的說法 大家看看, 這張卡不夠立體嗎? 我就覺得她非常立體 比Miss Mo更立體 objection, 法官大人 現在對方律師在說一些不對的比喻 反對成立 法官大人, 我只是想指出 立不立體這件事只是見仁見智 而且法律上根本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所以申訴人的申訴是完全不合理的 反對, 法官大人 我剛才解釋得很清楚 立體賠卡就是那張卡 你一打開的時候 就有個芭蕾鐵撞了出來 這張…這張是什麼立體? 簡直是欺騙 這只是申訴人, 誤解了我當時人 立體賠卡的意思 沒錯, 在你的解釋裡面 立體可以當作形容詞 但我認為立體賠卡這四個字 只是一個名詞 難道菠蘿包是用菠蘿做的? 雞尾包裡面是不是有雞尾? 對… 照你的意思, 如果真是形容詞 雞仔餅和老婆餅你怎麼解釋? Alex Powell, 你有沒有讀過書? 名詞和形容詞你都不懂得怎麼分嗎? Ms. Bo, 你是個專業的律師 你讀不少法律師 請問哪一條法律是不讓人用的 立體兩個字作為名詞用的呢? Ms. Bo, 如果你逛逛街 有人跟你說一聲 美女, 你逛逛街 其實她的意思不是你真的很美女 這只是一個名詞, 一個稱呼 她也可以跟一個八十歲 吵架的婆婆說 美女, 你逛逛街 相信我這樣說你會容易明白 答應, 法官大人現在遇上人 就相對人身攻擊 反對無限 我沒話說, 法官大人 深茶? 後堂 你大翠一個 你幹什麼? 我們知道你氣勢心頭 所以給你娶你 打個小姐駕駛出你也好 Alex Powell, 通街唱你, 說贏硬你 唱我是不是?我跟她死過了 什麼…你打死也沒用 她的屍體還口默默不斷說你 為什麼你這次那麼失賊? 她而已, 她說得取巧 捉我自失 什麼立體的形容詞 什麼名詞, 不知道她說什麼 我一不漏神就給她有機可乘 但是捉自失一向是你強項 這次主要是因為你不是做捉功課 所以又不完全怪怪她 我沒有做捉功課 好, 那你幫我做 今晚十二點之前你要交給我 中英法蘇美, 日本, 印度, 關於立體有什麼解釋? 那就是更強過八國聯軍 我投降, 我不打 沒得投降, 抗戰一定要勝利 若然不是, 即炒啊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鈴鐺, 訂閱吧 按下這個鈴鐺